但是我看到和你们差不多的博主啊 一些主持人他们也 但是我看到和你们差不多的博主 而不是 但是我看到和你们差不多的博主 不是这样 来重新说 下面观众听不懂 但是我看到和你们差不多的博主啊 你们听见在这造谣说 日本经济崩溃 日本快完了是吧 我聊什么日本经济 我听见 你听我说 我现在播两小时三十四分零五十秒了 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聊日本经济了 你懂不懂日本经济吧 你跟我讲 我什么时候聊了 你别上来先给我扣帽子 我造谣了这个那个的 我什么时候聊了 来你说 你没有聊过 我什么时候聊日本经济了 来说 你没聊过 我什么时候聊过 你没有聊过 那你上来为什么撒谎呢 撒什么谎啊 你刚才不说的吗 我们造谣呢 说我们天天在这又造谣了 对吧 聊日本经济不行 这个那个 我没聊过你不是撒谎吗 你参与了吗 你没参与你为什么急眼 等会去年你把那个舌头捋着 你参与了吗 不是你参与了吗 不是你参与了吗 你说你参与了吗 你参与了吗 你在这急眼 你参与了吗 急眼 不是急眼 你参与了吗 我是这样我能听得懂 我怕下面观众听 就是你 你咱俩说说实话 你也劝不了我 我也劝不了你 你要说给下面640多个观众 对吧 来家人们来 人机票登牌刷一刷 对吧 我们给谁 给武力 让他把话说清楚 对不对 把话说清楚 你参与了吗 你就急眼啊 你参与了吗 你就急眼啊 还行 比刚才有点进步 再来一次 鸿固一下 鸿固一下 你参与了吗 你就急眼啊 说的不错 好的 说的不错 我没参与 我也没急眼 然后下一个问题 但是我看到和你们 差不多的博主啊 这些主持人 但是我看到和你们 差不多的博主 而不是 但是我和你们 差不多的博主 不是这样 来重新说 下面观众听不懂 但是我看到和你们 差不多的博主 也参与造谣了 和我们差不多的博主 谁参与造谣了 你去举报他们 对不对 别到我这来说 我都不知道 你说的是谁 您说呢 肖雄 我不认识 这不重要 天天说日本 这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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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造谣日本崩溃的 不就是这些博主吗 然后呢 那你去 你去跟他们说去吧 人家不开播 还是怎么着 人家不发誓 但是我看到的日本 还是心情向荣啊 你为什么要来我这 有诉求 因为我觉得你懂得多啊 我懂得多 然后呢 然后上来先给我扣帽子 是吧 你先给我道个歉 再帽下聊 因为你上来先刚才说我了 说道个歉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不应该跟你说你造谣 是这样 你先等会叫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小陈 对不起小陈 我不应该造谣你啊 小陈 不是小 对不起 小陈 我不应该造谣你啊 行 算过了啊 对 你看你上来 你就说我聊日本经济 多不好啊 我什么时候聊过日本经济 对不对 所以说你别着急嘛 你现在在哪呢 学年啊 年年 我现在在外边走道 在外面走道 在哪个地方啊 在日本啊 我不去 我不去日本的 那你刚才我看你打字了 你说我现在就在日本呀 我没说我在日本啊 我说我不去日本啊 日本全是毒血 全是辐射 我不去 是辐射 不是辐赫 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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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全是辐射 我不去 然后呢 你不去你咋知道呢 因为我看日本的动画呀 你通过 你通过感谢白丁啊 感谢白丁 这个这个烟火是给那谁的 给给护子的啊 庆祝护子那啥 感谢白丁两个烟火啊 我想问一下 等会啊 那我我归来姐说啥 我看看啊 感谢白丁的三个烟火 让他给我道歉 他当刚才答应我舌头 已经捋直了 等会那什么 你所有对日本的了解 是从动画片来的吗 许莲啊 从动画就能看出来呀 从动画就能看出来 你天天说爱国博主 天天说他们崩溃 但是我看他们的 他们这个月的动画呀 听费都不错 制作也很好啊 这个月不是二个月 你别着急 你慢慢说年年 我给你机会说 时间给你 别着急 你看你来 你看你来 你成哥这儿 每次成哥是不是对你特别好 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 你说你刚才着急忙火了 上来攻击你成哥干啥呀 就是我没有攻击你啊 你你不造谣我 哎好吧 那你造谣我 跟脱帽子还戴着情 哎对不对 嗯然后呢 就是你 然后呢 就是动画的金费 这个月金费 这个月什么 你不说这个月金费足了吗 什么什么金费足了 金费 这个月金费够啊 然后这个月金费够 国家又崩溃了 他动画能做这么好 谁说他崩溃了 爱国博主啊 说什么股市熔断 哪个爱国博主说 你去找他嘛 你懂不懂股市啊 你怎么你怎么看呢 那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我不关心日本怎么样 我只关心你 飘飘 我只关心你的普通话 我因为比较关心你 你也能看 因为你跟我说 你要让下面观众听懂 我一个关心你 二个关心我的直播间的观众 他们能听懂 是最正确的 就是熔断跟熔断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个那个 我也不买股票 你买股票吗 飘飘 那慢染呢 慢染和他有关系吧 什么 慢染 慢染 拿什么染 什么颜色的布 拿什么染 拿鬼子动画染 染啥 染角色 染角色 你喜欢什么颜色 他那个角色 能跟那个染成什么颜色 而且是慢慢染 我不知道染布 有个工序叫慢染 你刚才是说慢染嘛 就是染布的工序 你也懂 就是咱们从 你上来说 日本经济又流到动漫 对吧 你对于日本所有的了解 是从通过动画 然后现在又跟我说 那个慢染 就是又聊到 染布这个行业了 是 是咱们国内的那个集会 什么集会 动画集会 动画集会叫什么 慢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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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成慢染了 年年 我以为你要跟我 又要聊到 那个什么 织布行业 染布行业了 加什么慢染 哎呀 慢染 然后呢 你看过鬼灭之刃吗 看过什么 鬼灭之刃 看过没有 毁灭之刃 鬼灭之刃 鬼灭之刃 是吧 看过 对 你喜欢哪一个 鬼灭之刃里面 我喜欢谁啊 哪个人 你那有风 有风神 哪个人 哪个人 就是我不能喜欢 里面的鬼 我只能喜欢人 哪个人 里面角色有鬼啊 哪个人 喜欢哪个人 那不是 里面角色有鬼 我是不是只能喜欢人 你喜欢哪个人呢 我说的是人哪 哪个人 你说角色 你喜欢哪个人 你说角色不就行了吗 你说角色 我跟你说人 鬼灭之刃 我喜欢哪个人 我不喜欢里面的 那个人物的角色 我喜欢那个鬼 鬼的那个角色 哪个鬼 哪个鬼啊 我喜欢那个童谋 就是那个列车 那个 童谋是列车啊 你看不看鬼 毁灭之刃 我有半年都不看了 你不看 你看不看 你不知道 童谋是谁啊 你半年不看 也不耽误 你知道不知道 童谋是谁啊 我的妈呀 大哥 你给我在这儿弄啊 看西方那个 你真的看过吗 我有半年都不看了 你半年看不看 两年前童谋也是童谋 那米豆子你还记得吧 你先告诉我 童谋是谁 我看你看不看 列车上 那个 手上有眼睛 那个 是不是他 谁 列车上 手上有眼睛 那个 列车上 对 手上有眼睛 那个 那个 是他不 我听过这个女色 哥们你都不看 鬼灭之刃 你别聊了 咱们聊点别的吧 我聊聊 就是和这个有关的 你聊他有关 没有用 你连童谋都不知道是谁 童谋什么时候上过列车呀 那趟列车 没有童谋的票 我的妈呀 他那趟旧团票 上不了那趟列车 童谋的级别 要坐高铁 那车是那个 绿皮车 哇 哈哈哈哈 不是哥们 你们觉得尬的 你们觉得不想看的 觉得那小冰连是我拖的 现在赶紧走啊 好吧 小冰连你自己跟我讲 你是不是反船 你是不是我请的拖 不是 你不认 你们不认识他是吧 你们不认识他呗 你接着说来 童谋你没看 咱就别聊了 哥们那趟车上没童谋 童谋没上那个车 好吧 但是我知道的人 我要说这个车有关啊 你说什么人呢 可这事有什么关呢 之前之前有个漫展上 不是有一个女的 扣死迷豆子 被那保安给打了吗 说他穿和服 你怎么看呢 漫展上穿和服还能被打呀 我怎么看 保安保安保安个人有问题呀 给打人就该抓啊 他穿的是迷豆子的衣服啊 迷豆子的原版的衣服 被打了 说他穿和服 在漫展上 然后呢 你怎么看呢 我怎么看 我说的保安个人行为 被他打人就不对 犯法的给他抓起来呀 他那个女的穿迷豆子的衣服啊 那个衣服像和服 对不对 那咋了 对不对 那咋了嘛 保安没事找事啊 我们现在要聊打人的事 还是聊那什么的事 对吧 这个保安素质低下 对不对 他没有看过这个 没有他这个保安 我再说一遍 这个保安素质低下 然后呢 这个品情也不太好 他没有看过这个鬼灭之刃 对吧 他也不懂 就动手打人 就好像有些人没看过鬼灭之刃 说的同模仔列车上一样 是不是 素质极其低下 我觉得 我觉得他打人就不对 那你觉得 这个女的在漫展上 在漫展上 穿迷豆子的衣服 对不对 像和服 这事不是聊完了吗 我说的不对 我说不对 就是保安 保安做的不对 没错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所以你说我在漫展上穿这种 你在漫展上穿 哥们等会儿 你先等会儿 连连 你在漫展上就别穿了吗 我穿这种戴和服的角色 你说对不对 你穿没穿啊 首先 我没穿 我想穿 你想穿 那你先去穿吧 你穿完之后 你再说呗 你说没穿 对吧 你别 你先别穿鬼灭之刃 别一会儿穿同模的衣服 你要往他们列车上挤 我擦 你别到时候穿 你靠死吧 那同模 对吧 你往列车上挤 一脚给你踹下去 对吧 大哥你当拳二 你往这床列车上挤去干啥呀 是不是啊 雪莲 雪莲 是不是 咱们要不去那什么 把这个 你们去把那个什么 你去把这个 北面之刃在这不路吧 他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重点啊 那这也不止一脚呀 怎么不是重点 你得咱们一件事 一件事聊 你实话就是说 你说你看过鬼灭之刃 跟我聊这个事 你就是为了引起 这个下面那个事 对吧 重点是 重点是 你根本就不懂鬼灭 因为刚才你问我喜欢谁 对吧 你以为我会说喜欢迷豆子 好像所有的男性 觉得会喜欢他 不好意思啊 你成哥35岁了 你猜不透 对吧 我就很简单一个事 就是咱们聊到同模 我喜欢那个角色 你跟我说 他再回问你一下 同模是什么级别的 我没有没有看完啊 我看到花街 我就已经看完 你就是没看了 你不管花街有没有 同模出现了 对吧 他什么级别的 不可能不知道 那你看 你不是还是为了 你直接就说吧 你下次年年 你上来 别跟我说这个那个的 对吧 你直接就说 你对那个保安 对吧 在那个漫展上 打人家 穿和服女孩 怎么看不就完事了吗 你怎么聊半天 我怕你不懂这个 我怕你不懂这个 我不懂 哥们 你别怕我不懂了 你成哥看完 这个动漫跟你说 你自己不懂 你还上火车 溜车的一天 那个同模能上火车呀 你大哥 你自己不懂 把自己懂的事 拿出来聊 或者说真正想聊啥 我这干嘛 给我闹 在这闹去 还有啥事 还有啥事 活没活 没活下去吧 快点的 有 但是把这个 穿和服的 穿和服打了 也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 谁打了 谁犯法 抓谁 8月14号 22年8月14号 有个女的 你听我说 谁打了 谁打了 抓谁就完事了 然后呢 那你觉得 穿和服的女的 日本这些女孩 穿和服是咋的 她没给你看 还是你看不上 然后你就替人出了 不是 她又是穿的 酷色 本身就是带和服元素 然后呢 你觉得对不对 你知道咱们法律 咋规定的吗 没威力 不让穿和服 但是不能穿 法律明确规定了 在公民有权利 在任何普通公共场合 有穿衣自由的选择 但是别裸奔 但是记住了 这叫普通公共场合 比如说你在一些烈士姻园 或者说一些基电馆的门口 那肯定不懂 懂了吧 所以我可以穿 不是 行我明白了 你摁啥呀 你摁了 我说的这条法律 你看了吗 我不懂 你教我 你不懂 那你上来爸爸的说 不懂不聊了 还是聊聊 咱们还是聊聊 同摩什么时候上了火车 我没看完 这个聊不了 你没看完你不能聊 那你上来你问我 喜不喜欢看鬼面之刃吗 你看不看吗 我怕你不知道 你聊到这样吧 你看连连 这是我直播间 对吧 我给你已经给你点了 17分钟 给你点片子 这么长吗 聊完你感兴趣了 我的直播间 能聊到我感兴趣了吧 你说吧 我感兴趣了 很简单 我就问一下 同摩什么时候上了列车 他在鬼面之刃里面 属于什么级别 你既然这个话题 是你起的 我又特别喜欢看鬼面之刃 对吧 我现在就想跟你聊鬼面之刃 同摩到底上没上列车 记不住了 我记不住了 忘了 我有半年都没有看过了 聊到我 聊到没聊到我满意的答案 这样吧 你就请您下面 再见 再见 嗯 我去找长脸了 再见 你爱找谁找谁 你把那口水擦擦干 给喷人 再见 你什么 口水都这么变不住